正經關不了 關不了正經 各位同學 大家好 再跟大家拜一次年 反正現在都還在過年 客家人的年可以過到元宵到二十 都還在過年 所以天天都過年 真好 今天本來想要再混一下 因為我們想要把多一點過去 我們官司的一些整理 因為我覺得現在這場仗 最後一定是決勝在法庭 台灣的法庭 英國的法庭 美國的法庭 說不定還有可能到日本去 為什麼到日本 我先不說 因為有一些衍生出來的官司 可以在日本打 反正不管 我們整個繞一圈 地球繞一圈 日本語大丈夫です 反正能打的官司我們都會打 慢慢打沒關係 等到蔡同學變成蔡阿嬤 我變成彭阿公 我們還繼續打 你放心好了 這個是宇宙守橫不滅定律 今天本來想要混一下 他就說我們把大年初五 我們先預錄了一部分 然後我們來談談官司 在行政訴訟 後面還有告論文不存在 還有在英國端的這些官司 我們做一些整理 不過今天在大年初五 英國倫敦大學出事了 英國倫敦大學出事了 我們宇宙政經學院要表示慰問 所以今天要做好一整集 做好做滿 來談一談 英國倫敦大學投降求饒啦 這怎麼說呢 我想在昨天 很多人收到了 這個PTD上突然有人很神的貼出了一個 英國倫敦大學的公告 這個公告呢 沒有像上次這麼粗糙 在標題上面就說 這個蔡博士 不過在內容上面 他們做了一些闡述 為什麼我說他們投降求饒呢 待會慢慢慢慢的來教英文 做一點語句的分析 好 這幾天比較忙 我在忙著出惡觀這本書 因為在最後做總整理的時候 會發現一些問題 我要在兩件事情中做取捨 第一個 我要保留這些惡觀 他們自己親手寫出來的公文 判決書 處分書 嘴巴裡面講出來的 接受記者訪問的 包括在司法院網站上的 這些原原本本 不增一字 不顯一字 忠於原汁原味 這是一種做法 但是這種做法會對讀者來講 會有點無聊 但是也不是真的很無聊 如果你願意靜下來 特別如果你是學法的人 你是法律系的 或者是說你是宇宙政經學院的 碩博士程度的人 如果你看這些檢察官法官寫的文字 你不會覺得很枯燥 會睡著 慢慢推敲的 你會從中間得到了極大極豐富的線索跟知識 你也會知道說為什麼張靜李政華我 還有同行律師我們這麼急切的想要改革司法 因為你從他的書狀當中你就知道台灣的司法問題出在哪裡 這是一個做法 不加針扁 數而不做 且比於我老彭 就是我老彭 我們就是 原原本本的闡述轉述 在論文門以來 這些司法官公務人員高官教育部國圖 種種相關的人員 他們的所作所為 我們就攤在陽光下 我不針扁 因為我覺得我是局中人 如果我針扁 好像覺得 你講的都對嗎 反正你們就是槓上 沒辦法 我覺得這個也不太對 可是我完全不針扁 可能會一般人看不懂 看這個狀子看了半天 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我想我需要compromise 我需要折衷一下 妥協一下 我還是希望不要去增減任何的 這些司法文件 這些司法文書 我們就是原原本本的公開 全部攤在陽光下 接受檢驗 包括我的律師寫的書狀 包括我自己寫的 我們全部攤在陽光下 我的對照就會是黃偉 就會是劉承武 就會是姚念慈 就會是張永慧 就會是 這個什麼什麼洪文慧 還一大堆法官檢察官 我們就讓大家來看看誰是惡官 你看就知道 這裡面也有好官 對不對 也有一些很有勇氣的司法官 所以這裡面良幼不齊 我們來爭扁好像 好像對我們好的就是好官 對我們不好就是惡官 我覺得這樣不行 所以我希望我這本書能夠很持平的 很真實的還原事情的真相 所以我現在在拿捏 我該怎麼辦 這中間有點困難 我在調整 然後你知道寫書這種東西 是因為我們從學術訓練來的 寫書這個東西 你就會很希望每一字每一句 都有引出哪個地方 然後要用正確的方法來引住 這是學術界的做法 可是我又不能這樣做 這樣做的話寫出來這本書就好像是 教科書大家看了會瘋掉 我又不能不讓大家有一點可讀性 所以我現在在天人交戰當中 所以這幾天非常的忙碌 那我們的這幾天的節目呢 就比較稍微有一點點回顧性的東西 不過今天大年初我開工了 服務業開工了 我是服務業365天366天全年無休的服務業 所以今天我要好好的來回應一下 倫敦大學的聲明 這個聲明呢我待會會做一個完整的教學 我們大家仔細的來看一看 好 那講到這邊呢我其實要 感謝 宇宙政經學院的同學們 我其實 請大家見諒 我不是所有大家的回信我都看 我都會仔細看 那因為看了我眼睛都發直了 你知道因為我們節目365天天天播 留言一天大概會有至少有300折跑不掉 大概過個幾天之後就會有300折 那365乘300就會有十 就是你會有十幾萬 你一年要去處理十幾萬的這個留言 那我們還有粉絲專頁還有還有這個個人臉書 一大堆 所以通常是我們團隊 大家幫忙篩選 覺得有一些東西的就丟給我 那我自己不會去做第一線的把關 所以有很多地方 有一些失禮的地方 請大家多包涵 如果你在臉書上留言 留給我 一直我都不回 你拜託你 麻煩你留言給政經關不了 因為我們政經關不了呢 團隊有四五個人 我只有一個人 我一個人可能要對好幾個粉專 他們四五個人會比較機動性的 你跟他講說 這彭教授實在太不夠意思 我已經留了365天了 他都不回我 那我想這個我們同學應該就會告訴我 那我盡可能的話 我就會 給你回事 好 那我現在其實簡單講一下 就是 我們與宇宙政經學院的校董級的 董永順教授 我看了一下 他最近給我有一些指教 那他的指教也引起了很多 很高手 有一位叫好像叫Alan吧 很厲害的高手 Alex Allen 好 非常厲害 那麼他也在上面加入了一些討論 其實我非常謝謝大家 會為了追求真理而辯論 甚至為了追求真理 而彼此會開始有點動氣 我覺得那是因為各位有正直的心 那是因為各位相信有真理 如果各位覺得沒有關係啦 沒論文隨便啦 哎呀那個規定無所謂啦 反正我們不在乎嘛 抗中寶胎比較重要啦 這個芒果乾啊 吃了上火啊 所以千萬不要這個內鬥啊 如果各位不在乎 窮舊真理 格物置之 各位就不會動真情 好 其實這件事的源起在於 到底這個蔡同學的畢業證書 補發到底是可不可以補發兩張 到底是只能補發一次呢 還是一次只能補發一張 我坦白講 我看了一下那個原文 我看起來我覺得有點模擬兩可 那模擬兩可 我這個人平常也是不求聖解 我也沒有非得去窮救到 到底這句話的文法是什麼意思 因為我也相信喔 英國人的英文也沒有好到哪裡去 我別的不要講 你去看台大什麼 修業規定 修業規定 有時候你去看看 覺得這地方寫得有點模糊 有點凹口 或是語序有點怪 有點前後矛盾 這一定有 所以英國倫敦大學呢 也會有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 很仔細的去推敲說 他講的到底是 一生只能補發 就補發只能一次危險 還是說一次 每次補發只能補發一張 我覺得 我看起來兩種說法都還 有點像 不過我是用邏輯去推敲 所以我沒有立刻第一時間 沒有去回憶當勇順教授 很抱歉 那 不是我的 不是我認為我英文 好 我的英文真的就是一般 一般 沒有很差 也沒有很好 好 那 就夠用啦 反正就在我的那個 Mass Communication的那個領域當中 寫我那本論文 就剛剛好而已 剛剛好 我記得 我在美國念完博士的時候 你知道我跟大家分享 我各位可能知道 我那時候覺得自己的英文很棒 嘿嘿 而且我自己覺得我的英文的發音什麼各方面很OK 所以你知道我曾經有一度想要去美國的三大電視網 去應徵主播 你聽了你會覺得想笑對不對 一個外國人去應徵主播 我確實曾經想過 那 直到為什麼打消 你知道 因為 我畢業前 我有一個大學部的一個同學 就是我有一個學弟 邀我去美國的Bar 說 欸 學長 我看你喔 這幾年都像書呆子 你都沒有在校園裡玩過 一個老美 他說 我帶你去Bar見識見識 我說欸好啊 等一下去Bar見識 他說Bar很多正妹喔 我說喔喔喔喔喔喔 好好走走走走 就我去Bar以後 我覺得我像被雷劈到 不管是正妹也好 是帥哥也好 在那邊聊天 我竟然一句話都插不上 我為什麼插不上 因為我聽不懂他們在講什麼 真的 我聽不懂他們在講什麼 我沒有開玩笑 你說哇 念了五年的博士 聽不懂 聽不懂他們在講什麼 我真的沒聽懂 第一個有點吵 第二個 他們談的話題 天馬行空 第三個 他們說話很快 第四個 他們用了很多禮語 你知道在那種 Bar裡面那種 那鬼扯的 那個英文是有時候不是很有文法 然後就一大堆滴滴滴滴滴滴 我在那陪笑傻笑了 一個半小時 我真的插不上嘴 所以當然妹也沒拔到 因為 你根本就不會講話 你跟個呆子一樣 然後 啥事也沒做 就摸摸鼻子 就回 就回 回家睡覺 從那一剎那 我才知道說 我的英文真的很爛 因為我只會 我的領域中的那些英文 而且是那種 很有文法結構 四平八文的 那種口語的東西 我真的還是不會 而且那個很奇怪的領域 那種鬼扯的那種 那種答善的 胡說八道的 我真的是聽不懂 好啦 我回到剛才的專題的題目 我要提的是說 到底是一生只能補發一次 補發只能補發一次 還是一次只能補發一張 我是這樣子判斷 我是用我的邏輯判斷 我認為這個比較合邏輯 怎麼說呢 且聽我說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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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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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最可憐的就是我兒子 我兒子小學沒畢業 初中也沒畢業 真的 因為他小學呢 在台灣的念小學 結果五年級就 六年級轉到美國的小學 那你也知道 台灣的小學是六年級念完以後畢業 畢業典禮 美國的小學是五年級小學畢業典禮 六年級就進到初中 所以呢 他在台灣的小學沒有畢業典禮 跑到美國的學校呢 美國的學校已經畢業典禮 小學五年級就已經舉行過了 所以他沒舉行 沒有 後來呢 跑去念初中 結果碰上pandemic 又沒有回不去 所以在台灣也沒參加畢業典禮 所以他跟蔡同學一樣 沒有畢業典禮 沒有畢業照 原來今天蔡同學沒有畢業照 是因為 蔡同學在1984年 也曾經有過這個 Covid 病毒 有武漢病毒 有這個 不行我這樣政治不正確 有這個新冠病毒 原來蔡同學在1984年也遭遇過新冠病毒 真是對不起啊蔡同學 那 今天我要提的是 大家都領過畢業證書 請問各位領畢業證書的時候是領一張還是兩張 當然是一張對不對 那我問你如果你今天跟老師說 老師我要兩張可不可以 或者跑去學校註冊組說 我願意付錢我要兩張畢業證書 因為我有兩個女朋友 一個人分一張 可以嗎 你笑死了被用不出來對不對 你絕不可能去跟學校要兩張畢業證書 各位說對吧 所以我們assume 我們的直覺就是畢業證書 你只能拿一張嗎 你怎麼可能拿兩張 當然你想都別想 我相信也沒有弄250 所以我跑去學校跟學校講說 你給我兩張畢業證書 我付錢好嗎 不可能 最多最多 學校會跟你說 你去影印 影印拿來 我蓋個章 與正本相符 最多最多到此為止 好 你畢業證書發放的時候只能發一張 所以 當你去申請補發的時候 想當然而 你也是只能補發一張嘛 你不可能說 這個學校學校 我的畢業證書掉了 我怕以後再掉 請你給我五張 可能嗎 不可能 所以補發證書 不必囉嗦 想當然而 也是只有一張 所以這是我的邏輯判斷 因為這是想當然而的事情 所以他不用寫在規定裡面 他不必去跟你講說一次補發 只能補發一張 沒有必要寫 因為這是common sense 沒有人會去補發兩張的 所以我到這邊我就覺得 我比較傾向於 補發只能補發一張 這個說法其實是 我覺得是多餘的 那一生只能補發一次 或者說補發只能補發一次 比較有道理 為什麼 因為就有無聊人說 我每年都來補發一次 規則沒有說不可以啊 如果你不寫這句話的話 就證明你隨時都可以來補發 對不對 我每年補發一次 我每年生日來補發一次 回家收集我的畢業證書 有沒有人這樣子 有 蔡同學就是 蔡同學補發兩次 對不對 他2010年補發一次 2015年就掉了 他又跑來補發一次 所以這一條法規 是為了賭這種無聊人 所以我認為啦 就是說你掉嘛 我給你掉一次嘛 你掉兩次你別來找我 我猜是這樣子 這是我的邏輯 所以我比較傾向於相信 補發呢 你就只能補發一次 你再掉了你對不起沒了 除非你有什麼特殊的理由 好 所以今天 蔡同學的三張畢業證書 理論上說起來 後面兩張必須長得一模一樣 連簽名都一樣 而且這兩張呢 因為它分別是在2010年跟2015年補發的 是官方的說法 2002年以後 你怎麼補發都要跟原始的原件一樣 所以這兩張不但要一樣 而且要跟1984的原件一樣 所以蔡同學你就被戳穿了嘛 原因在這裡 好 我們今天呢要回到英國倫敦大學 終於吃了誠實豆茶包 而且呢 它求饒了 這封信來我們唸給大家聽 好 這封信呢第一個 它有一些我們值得稱讚的地方 就是它有一些改進 上一次的那個2019年10月8號的那一封 LSE的聲明 被我們戳穿了幾個關鍵的地方 第一個 這一封聲明 沒有人庶名 沒有庶名的單位 第二個 這封信2019年10月8號發出 放在一個叫做in the press的小角落 這個in the press 是各地新聞的連結 而且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官網上 明白的說 這種來自外部連結的新聞 我們不負任何責任 你們自己要去verify the accuracy 你們自己要去判斷它的正確性 這跟我們官網無關 這是官網的免責聲明 講得清清楚楚的 除了這封聲明 沒有說明發文單位 因為它是一個影子外界的媒體 而這個外界的媒體又沒有媒體的姓名 比方說你說是AP 你說我是美聯社 我是路透社 我是CNBC 它沒有 所以這一則是不責不扣的黑函 它從外面引進來 引進來的這一篇報導沒有出處 引進來的人也沒有庶名 所以是不責不扣的黑函 來源不明 引述者不明 再來 這個in the press的角落 兩年沒有人發過文章 這一篇是兩年來的第一篇 而兩年前一共也不過才四篇文章 所以你說這不是個幽靈發文 什麼才是幽靈發文 但是今天的這個university of london statement 看起來有進步 第一個它是來自於一個official media statement的角落 官方媒體聲明的角落 這是它的進步 第二個 這裡面沒有在犯上次LSE的錯誤 硬是把人家的IALS學校的正式單位 而且倫敦大學倫敦政經學沒有人不知道IALS 竟然把學校的正式單位的名字給拼錯了 而且拼錯的方法跟施呼嚨臉書連錯三次錯的一模一樣 所以這個諸班隊友已經被檢討了 這一次倫敦大學所謂的official media statement沒有犯這個錯誤 但是他們犯了其他的錯誤 待會兒再慢慢講 還有英國倫敦大學的這一個聲明 也犯了一個同樣的錯誤就是 沒有說是誰發的文 還有沒有發文的時間 這是兩個很不尋常的事情 通常我們學新聞的 不要說是什麼正式的學校媒體公關 或者是媒體部門 我們學新聞的一定不會忘記誰寫的這篇文章 有的時候為了避開法律責任會寫責任編輯 或者會寫政治組 但絕不會沒寫發文的人是誰 因為這等同是黑函 第二個我們發文一定會負上時間 為什麼時間重要 因為我們都在搶獨家 而且我們要知道這叫做版本管理 你在什麼時間發出什麼東西 後來又更正了什麼東西 我們必須要清清楚楚交代時間的來源 所以我要說的是 這不像是一個英國倫敦大學正式的媒體聲明 沒有時間 沒有發文的人 這看起來完全不像是一個專業的人所為 但是好歹這次比較聰明 他放到了Official Media Statement的角落 不像上次 放在冰箱後面那個老鼠走過的小角落 這次好歹放在冰箱裡面 但是這代表是不是真的就是倫敦大學發的呢 我不敢說他不是 但我希望他是 真的為什麼這麼說 我真的希望他是 因為是 我們就接近破案了 如果不是 那就是又是一個莫名其妙的人 插回啊 所以我希望他是 好 因為倫敦大學這個聲明 我可以更有信心的告訴各位同學 快要破案了 進段廣告 廣告之前呢 來唱一下少哥 明天會更好 輕輕敲醒沉睡的心靈 慢慢張開你的眼睛 看看忙碌盛受的世界 是否依然孤獨地轉個不停 春風不接風景 吹動少年的心 讓昨日臉上的泪痕 隨即一風乾流 抬頭尋找天空的翅膀 猴鸟出现他的影迹 带来远处的饥荒 无情的战火 依然存在的消息 玉山白雪飘零 燃烧少年的心 是真情融化成音符 倾诉遥远的祝福 尝住你的热情 伸出你的双手 让我拥抱着你的梦 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 让我们的笑容 充满着青春的骄傲 让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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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經 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好 我們在不知道什麼時候 就在過去的48小時的某個時間內 英國倫敦大學突然的在他們 University of London 的官網上 這一次是出現在Official Media Statement 官方媒體聲明上面 放在這裡 太好了 因為放在這裡 媒體會注意 那麼此地無銀三百兩 就讓媒體注意吧 媒體注意之後 我們再來好好的在媒體上 來一個君子之爭的攻防 不要老躲在小角落 不要老在後面送什麼鮮花啤酒巧克力 不要老在這個什麼行政法院 在這個刑事法院 太北地方法院 玩一些見不得人的黑箱遊戲 來 我們在媒體上對決 這是好事 這一篇呢 它的title 已經說明了它的心境 這篇 Official Media Statement 的 title 是寫的 University of London Statement on Missing Thesis 倫敦大學有關於遺師論文的聲明 這個有趣咯 還記得嗎 兩年四個月前 就是2019年的10月8號 那篇聲明可是 LSE PhD 蔡英文 對不對 他那個時候聲明的是 蔡英文博士 現在呢 這篇文章就有趣了 他這篇文章的抬頭是 Unmissing Thesis 今天我要來談一談什麼 不是要來談 蔡英文的學位是真是假 我要來談論文遺師的事情 第一句話 送給蔡同學一個清白 Dr.蔡英文 可以 我沒有意見 你要叫他Dr.我覺得合理 因為我相信他拿了好幾個榮譽博士 所以你要稱他為什麼樣的Dr.我都同意 你要授予他一個博士學位 透過正式非正式的管道我也都沒意見 問題是我要問你的是 論文在哪裡 沒有論文沒有繳回圖書館 根據英國倫敦大學的當時規定 我請問你他是怎麼拿到博士學位的 我的問題在這裡 我不是問你你等論文怎麼遺失的 這個不重要 好 我們再來看看這篇論文 這篇有關於論文的聲明 Dr.蔡英文 who is now the president of Taiwan 現在台灣的總統 was awarded a PhD in February 1984 1984年2月份 有拿到博士學位 好 這倫敦大學你講的 這你講的 你呢 如果這篇不是施呼嚨 是你們倫敦大學寫的 那請你先庶民 告訴我們是哪個單位發的 這樣子呢 我們在法庭好有一個可以告訴的對象 不能說哎呀 這個沒有人寫 沒有住民這是不行的 可以 你說有人住民 比方說倫敦大學校長 那更好 我講的校長就是副校長 那更好 你說你1984年2月份 有拿到博士學位 following the submission and examination of her thesis by two examiners 完了 寫到第一段 第三行就掛了 因為這句話的意思是說 蔡英文在1984年2月份有拿到學位 而且呢 是根據她呢 繳交了 還有考試考過了 有關於她的論文 誰考呢 有兩位口試委員通過了口試 以及繳交了論文 好啦 你把自己鎖在這裡 有兩個問題要請教你 第一個 如果你說她通過了examination 那請問你examination report在哪裡 你說這是個人隱私 沒關係 打到法庭上我再看你是不是個人隱私 打到刑事法庭上我再來看看你是不是個人隱私 第二件事情是你說submission 你的意思是說這兩位論文的考官 他們繳交了有關論文的相關版本 submission 好 我要請問你who submitted to whom 誰交了給誰 你誰都沒講啊 你交給誰啦 沒講 好 最大的毛病在這裡爆了 你說two examiners 可是蔡同學明明就說three啊 好 蔡同學明明就說three啊 而且不是口誤而已 連緣龍的書狀當中 偷偷摸摸的改了第三個人 各位還記得嗎 好 我們先不說 我們先來看看蔡同學曾經說過 她有指導教授有幾個口誤委員來著 最荒謬的事情是什麼 我有三個examination 甚至三個口誤委員 因為我的論文是法律跟經濟的混合體 所以一個是我的指導老師 一個是經濟學家 一個是學法律 那個律師就說你的經濟部分寫得不錯 那個經濟學家說我法律的部分寫得不錯 這個大概是有史以來 倫敦政經學院最令人驚奇的 沒有博士論文考試 然後最後他們決定給我1.5個學位 在連元龍的書狀當中 他還引出了第三個人 如果各位還記得的話 來請看連元龍的書狀上是怎麼寫的 在連元龍律師陳鮑二狀當中 我們第一次聽到了 蔡英文提出了自己的口供 告訴人印象當中 尚有Dr. Richard Dell 為權威之反傾銷法的律師兼學者 這再一次推翻了 只有求證LSE校方 才是唯一且正確管道的官方說法 各位還記得嗎 剛才蔡同學說 她有三個口試委員 什麼一個律師 一個學法律的 一個學經濟的 法律說經濟寫得好 經濟說法律寫得好 就一群那個 Liar Infant 就是那個 一群那個 那個 就是 Infant 就是 Infant 嗨的不得了 各位去想想看 英國倫敦大學 就是擺明了說 他們的口試委員就兩個 而且有一個關鍵 一定要有一個 是 最重要的那個 一定要是校外的委員 連倫敦大學 別的學院都不可以 一定要是非倫敦大學的 結果 蔡同學給的兩個名單 包括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法務經理 Kevin Hens 包括這封信上說 他有兩個examiner 對不起 一個Michael Elliott 一個Leonard Lee 這兩個人 通通都是倫敦大學的 所以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這個Leonard Lee 是刑法的教授 Michael Elliott 是行政法憲法的教授 假設是的話 不管他是學士什麼 假設他的研究領域 一個憲法 一個刑法 一個刑法 要來幫一個國際貿易法的口試 你覺得 什麼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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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裡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今天倫敦大學 先不管我們先不管這個 Official Statement 是真的假的啦 你去看看他所寫的 他背書了一件事情是說 這是有兩個 Examiner 所組成的 各位看看 剛才我們貼出來 林元龍律師代表蔡英文說 他們印象中好像還有第三個口試委員 第三個口試委員叫做 Richard Dale 這就有趣 倫敦大學要不要先去跟犯罪集團 你們這些飯團要不要先瞧一下 到底兩個還是三個啦 到底口試委員是誰 要不要瞧一下 不要發表前後不一的東西好嗎 蔡英文自己口中說的是三個 她的委任律師在2020年年底所提出來的 年終提出來的也是三個 那現在 LSE 的法務經理說有兩個 倫敦大學的這個所謂官方聲明說有兩個 那請問到底是兩個還是三個 你不要搞得連題目有幾個也搞不清楚 連口試委員有幾個你都搞不清楚 倫敦大學你要不要稍微稍微協調一下 再來 各位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過去這兩年我們大家的努力真的奏效了 尤其最近林環牆教授的臨門一腳 要倫敦政經學院去撤下 2019年10月8號的這份假聲明 結果你看倫敦政經學院不敢回應 這份10月8號的聲明是真是假 不敢 現在玩一份真的 拿一個第二份來證明 我不跟你談那份是真的假的 我現在拿一份告訴你我這份是真的 這個做法不是很奇怪嗎 好我們再往下看 各位記不記得我在兩年前我們就找了律師 在英國花了大把的銀子 跟倫敦大學打法律戰 結果倫敦大學那個時候 老同學都記得 他們花重金聘請了英國第二大的律師事務所 叫做Pinsett Masons 大家都還記得嗎對不對 現在記得 蔡同學的倫敦大學曾經委任過 英國的第二大律師事務所幫她打官司的同學請加一 我們來看看同學的記憶力好不好 雖然是兩年前的事情 後來 英國倫敦大學 被這個Pinsett Masons 給解約了解約的理由不詳 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為什麼解了這個約呢 英國倫敦大學沒說 現在英國倫敦大學把法律的事物拿回來自己回應 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很有趣 好我們再來看看 他說 有兩個examiners 接下來 While it remains unclear whether copies were deposited with the university's library there has no bearing on Dr. Tsaiyumas PhD which was correctly awarded 很有趣 這整個生命的第三段才是真正他們要講的 他說 現在呢我們仍然不清楚啊 呃 是不是 這一個論文 有被 呃存在 學校的圖書館 這句話太有趣了 有沒有存在學校圖書館 一個堂堂的倫敦大學 這本論文有沒有曾經 放在圖書館 這件事情他不清楚 remains unclear 一個大學 一個全世界大概 在二十名以內的大學 會經過了兩年 搞不清楚 這本論文到底有沒有在學校圖書館中發生 而且我這邊要來糾正一下倫敦大學 我要教你文法 你這個不是 It's not remains unclear whether copies were deposited with the university's library 你的library要加負數 University's libraries 因為你至少要有三個圖書館 要有你的論文 所以你到現在都搞不清楚 你當然搞不清楚啦 你看 他說 It remains unclear whether copies were deposited with the university's library 他還在嘴硬 英國的行政法庭已經很清楚的說 搞丟了這件事情呢恐怕是不正確的 因為這一個做這一本書 這本論文從來沒有進到英國倫敦大學的圖書館 今天行政法庭都已經講了 英國倫敦大學還在嘴硬 還在說我不清楚 他說 While it remains unclear whether copies were deposited with the university's library 單數錯了是複數 他在這個圖書館好幾間 不是只有一間 That has no bearing on Dr. Tsai's PhD which was correctly awarded 但這並不影響 蔡英文的博士 是被正確的授予的 光這一段 我們上法庭 英國倫敦大學輸定了 因為英國倫敦大學不會不知道 在他們的1980年到現在的規定都是一樣的 要取得博士學位 要SOP 要有必要條件 如果一個學校搞不清楚這本論文到底有沒有從 口試委員那邊交出來交給誰 那麼 他就不會完成離校手續 他就不會拿到博士學位 所以他的聲明第一段完全互相矛盾 他只說兩個口試委員考過試也繳了 但他沒有說交給誰 然後接下來就說 雖然目前為止我們不清楚 倫敦大學的圖書館有沒有曾經 保存過這本論文 但是這不影響蔡英文的博士授予 光這一句話 就違反了倫敦大學的博士授予規定 等一下我再來用老百姓的語言來解讀一下 我們再看看接下來他說的 The university categorically denies any allegations of wrongdoing or forcehood made against any member of staff in relation to the search for copies of the thesis 這句話很長 我們來教一下英文 倫敦大學categorically是很明確的 很確定的 否認 倫敦大學很清楚的否認 任何指控 有關於我們做錯什麼 或者是某一些錯誤的事情 有關於我們的任何的 any member of staff 就是倫敦大學的任何一個成員做錯的事情 我們呢 我們這個很明確的否認 否認什麼呢 到這邊 倫敦大學已經在說謊了 因為有人說圖書館有收過這本論文 只是後來搞丟了 對不對 這就是英國倫敦大學自己說的 他們英國倫敦大學說的 被打臉的東西還好幾個 所以他這邊說 The university categorically denies any allegation of wrongdoing or forcehood made against any member of staff in relation to the search for copies of the thesis 這句話就已經錯了 他說 倫敦大學很明確的否認任何有關於我們做錯的事情 那麼我們的這些職員 有關於搜尋這本論文過程當中所做錯的這些事情 我們嚴重的否認 這是錯誤的指控 好 大家注意到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他不是說any member of staff in relation to the degree awarded 他說不是我們不是去否認我們當年有受與錯誤的論文 而是我們否認我們在找尋論文的過程當中有犯任何的錯 你這不是很好笑嗎 好 這個是拿一些不痛不癢的東西 你看 他的意思是說 我們明確的否認有關於指控我們的學校的任何成員在找尋這一本論文的過程中有犯任何的錯 search for copies of the thesis 他沒有說我們授予這個論文的過程有沒有問題 他只說我們找這本論文的過程當中 我們否認我們有做錯任何事情 再來 All University of London staff who have handled inquiries related to the thesis have done so with the utmost integrity 他說整個倫敦大學裡面呢 有關於處理各方來自的詢問的這些職員 他們所做的事情也是盡最大的正職跟誠實 那你只能證明倫敦大學的upmost integrity 就只有這麼一點點 這篇通篇只是在告訴我們說 我們倫敦大學對於誠信正職 這篇通篇就是這樣 最後他說 LSE has an electronic copy of the thesis available to access by their online thesis system 我就跟你講 他現在就是硬要把2019年6月份偷渡的那一份放在倫敦大學的 online thesis 但是他不敢把它放在 他不敢把這個紙本放到一般正式的論文去 因為放不進去 人家是藍皮的你是黑皮的 人家是單面印刷你是雙面印刷 人家有防偽線你沒有 人家有論文編號你沒有 人家有版權頁你沒有 所以放不進去 他只能夠用電子檔 為什麼 就跟洋蔥扯淡跟小英便當一樣 你被踢爆還可以改 對不對 現在變成這個 姐姐特地飛來倫敦參加我的口試 變成姐姐蔡英文與我合影 因為倫敦不是波士頓 所以他現在玩的就是這個遊戲 倫敦大學也在玩這個遊戲 這通篇沒有解釋 蔡英文是怎麼獲得學位的 他只說他有 然後接下來他說我們不清楚 論文到底有沒有收入 但是這被影響 他的博士學位錯了 請你回去看看1984年的英國倫敦大學的規定 到現在都是 如果你沒有完成論文的繳交到三個圖書館 你是不會拿到學位的 這是白紙黑字 所以我很懷疑 這篇不是英國倫敦大學所發的聲明 他們又在玩另外一種 帽子戲法 有圖有真相 進到廣告 馬上回來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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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n't see the sunlight in my eyes But there's a dark red light or red sky I hope I find someone If I shine down, oh down the river I shine Will you see things in, will you come down to me? Will you see the things that you want me to see, that I always do? If you don't hold me, it's nothing new It's like watching the sunrise Head tight With no one by your side It's like watching the movie Then you see a lover walking by It's like a sound light in my eyes Now that's a dark red light I hope you'll find someone I hope you'll find someone I hope you'll find someone I'm going to visit somebody else behind the wall I believe that you'll find him I念 Sky Iен 就是同學們用E-mail 用簡訊 用LINE 跟我聯絡 有些人在群組當中 看法跟我一樣 我們就是感謝上帝 又把我們這場戰場往前推了一大步 可是有很多人可能 信心比較小 或是沒有看出這個局 就一直問我說 龐屁 這是真的嗎 這是真的嗎 怎麼辦 我的回答統一 我希望這是真的 如果這一篇所謂的 LSE 的 Missing Thesis Statement 不是假的 我必須要恭喜宇宙政議院的同學們 我們真的把這部戰車開到國際舞台了 好 等著領諾貝爾和平獎 等著領普利茲獎 這件事情我們從幾個角度來跟大家說 第一個 過去 LSE 也好 倫敦大學也好 在兩年多前 不管我們用律師函 用各種方法 他們不回答 就是不回答 連我們在法院用張詠惠法官 不是張詠惠法官 卓裕選法官 這兩個法官是如雲泥之別 一個是好官 一個是惡官 卓裕選法官用了我的英文題目 就函詢倫敦政經學院跟倫敦大學 倫敦大學說不回答就不回答 那麼一直到 2019 年 10 月 8 號 出現 LSE 倫敦政經學院的聲明 余金又被拆穿說那是假的 所以我一直在期待一個真的 我好知道我們的對手究竟是誰 如果大家都在撇清責任 我告起來很麻煩 我告倫敦大學 倫敦大學說沒有 我沒有背書喔 我告倫敦政經學 倫敦政經學說沒有 我們的法務主管跟我沒關係喔 如果我再往下告 那就太小了 小蝦米 就跟我說對不起 我那是腦霧 所以一時口霧 所以我一直在等這一刻 我在等這一刻 如果今天層級只是一個職員 一個什麼法尊主管 媒體當然不會當一回事喔 而且到頭來有很多空間可以去推卸責任 今天 我希望這是真的 假如我是真的 如果這真的是倫敦大學的 Official Media Statement In other words 換句話說 英國的媒體應該會注意到這件事 好 接下來呢 我請宇宙政經學同學們一起幫我一個忙 有英文能力的人 你們把這個Statement 這個倫敦大學的所謂的Statement on Missing Thesis 的這一個連結 請你們把它貼給你們認識的所有國際的媒體 不管是主管也好 高層也好 記者也好 德國普利茲獎的 有正義感的 大的小的小豹 Paparazzi 狗仔豹最好 因為他們急著想出頭 貼了以後 在上面寫一句話 有英文能力的人 你們可以自己寫 如果你們覺得Google Translate 你信得過也可以 基本上Google Translate 翻出來的東西 老美看得懂了 好不好是一回事 有幾個問題 你可以貼在這一個英國倫敦大學的連結 貼給他們 好 就算你不加任何的字 你只是轉貼這個連結給他們 也夠嗆的 我今天作為一個記者 我收到了一個來自英國倫敦大學的官網上的聲明 號稱叫做Official Media Statement 這個statement 開宗民意 第一句話就是說 我們可以倫敦大學認為蔡英文在1984年2月份有許的博士學位 我們確定 但是我們不確定 他的論文怎麼會在圖書館裡面都找不到 第三個 我們都是一群誠實的人 我們沒有說謊 你看完這個三段論法之後 你能不起疑鬥嗎 你能不覺得此地無盈三百兩嗎 好 如果呢 你行有餘力 你可以再往下寫 你就提醒一下這個記者說 怎麼可能有一個像英國倫敦大學這樣的學校 在搞不清楚一本從來就沒有出現過的論文之前 他就急著要去說 這個論文 這個學位 這個學位是沒有問題的 好 就說你去提醒他一下說 為什麼一個倫敦大學這麼急著去承認一個人的學位沒有問題 當他從來在過去三十七八年都沒有發現過 也沒有說過一本論文的時候 他怎麼會這麼有信心呢 在什麼情況下他會說這些呢 不過你不要忘了你要提醒他說 如果你有空 請你看英國倫敦大學所提供的這一份 在倫敦政經學院上的電子檔 所謂的蔡英文的論文 如果你更有一點時間的話 你提醒他 說你光去看他的acknowledgements 這裡面有多少個錯字 然後你再提醒他說 這個所謂的 thesis 哪個地方有立可白 哪個地方有鉛筆 哪個地方有圖改 請趕快上網 不要等一下過一陣子呢 這個又被汰換了 又被抽換了 好 所以今天這個statement是硬生生的把這個事件推向了國際舞台 過去我們一直在跟國際的媒體說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們都覺得這金內啊 假的 因為從來沒有看過倫敦大學一個比較像樣的說明 都是我們在講 余晶 還有同學可以附上ico最新的一個裁判 就是 LSE 說我們沒有 倫敦大學說你去問 LSE LSE 說我也沒有 倫敦大學說這所有的資料應該是在他們的所屬的 institution 結果大家都在踢皮球 所以這件事情是把論文門推上了國際舞台 這個時候就是我們站上國際舞台的時候了 各位同學 我準備好了 林環牆教授準備好了 我們所有在海外宇宙政經學院的同學 董事校董都準備好了 你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請加一 你準備好了嗎 就要整個 24小時 瓜哥 老闆 倫敦政經學院倫敦大學的這個叫做 University of London Statement on Missing Thesis 光這個title 這個標題我覺得是豬班隊友幫忙寫的 光這個標題就會吸引我的注意 如果我是一個有新聞B的記者 倫敦大學幹嘛沒事好端端的發一個聲明說 有一個論文遺設我們對他的聲明 可見什麼 一個圖書館遺失論文 這絕對不是一件大事 大到足以發聲明 這一定是人咬狗的新聞 所以我會看 這個新聞開宗明義的就是說 蔡英文這個總統 她1984年的2月有拿到博士學位 而且是在考試跟繳交了她的論文 有兩個口試官繳交跟考試之後 取得了她1984年2月的博士學位 如果我是一個記者我看到這一段 我說那是有什麼好寫的 來了問題來了 但是 why it was unclear whether copies were deposited with the university's library 我看到這裡我就知道有問題了 倫敦大學說我們不清楚啊 當時這本論文有沒有被存放在 英國倫敦大學的圖書館裡 問題來了 她不只是沒有存放 各位還可以在你們的信寫給記者的信當中呢 加上一句話 過去從19 你就說從1983年到2015年 她偷渡這本論文的電子檔 這中間32年33年 從來沒有一個人 ever cited this thesis 從來沒有任何一個人 引用過這篇論文 Including herself 包括她自己在內 沒有一個人引用過這本論文 寫到這裡就結束了 你什麼都不用講了 你說 提供你一個新聞線索 請查查看 這是一個國際的大讀家 到這邊就結束了 我今天如果是一個記者 我一聽 除非這個人是 沒讀過什麼書啦 最好是碩博士念過的人 一聽就知道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沒有可能的事情 沒有可能的事情 事情就這樣子 把這個東西端上國際舞台 大家來正面對決 還有一個非常有趣的這封信 我純粹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 在這封信的第三段 他說 All University of London Staff who have handled inquiries related to the thesis have done so with the utmost integrity 他的意思是說 我們倫敦大學所有的教職員工 被問到有關於蔡英文論文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們所做的各種的搜尋 跟相關的search for copies of the thesis 就是去回答也好 去找尋這本論文的過程當中 我們都是本持著最大的誠實跟正直 integrity 這個問題就很好笑 這純粹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 今天你跑去問這個你家隔壁的鄰居老王說 老王老王啊 我呢保險箱不見了 那你有沒有看到半夜或者是什麼時候 有什麼風吹草動 我的保險箱不見了 結果老王跟你說 我們全家的人都正直誠實 我們全家的人同捨無欺 我們全家的人都手腳乾淨 你會說 啊老王 你是在說什麼 我只不過告訴你說 蔡英文的博士論文沒有 他是怎麼拿到學位的 你跑來告訴我說 我們所有跟這件事情相關回答的人 跟找尋的這些人 都是Ultmost Integrity 我們都是無比的誠實跟正直 那你是在說什麼 你對講也該 你講也該 這個 真的就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總之 謝謝 不知道是哪一個我們的臥底的隊友 去做了這一份倫敦大學的聲明 我知道這件事情對1450來講 在國內你會嗨半天沒有關係 嗨多久都沒有關係 我們要的是最後的勝利 不是這個過程 1450又做了什麼 817又做了什麼 這一點都不重要 所以當我們拿到了這一張 英國的法院的入場卷的時候 我們的遊戲即將開始 而且在這邊呢 要告訴各位同學 在72小時之內 我們將會有一場國際記者會 而且這一次呢 應該會考慮用超過兩種以上的語言 向全世界發送 回應這一個 Universe of London Statements on Missing Thesis 敬請期待 最後在夜深人靜的時刻 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話語 今天呢要分享的是 在詩篇 今天還是大年初五嘛 詩篇16章11節 聖經上說 上帝告訴我們說 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這是大偉的詩篇 這個你指的是上帝 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 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 平安喜樂 常與你同在 祝大家有個美好的夜晚 明天見 到達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